我们家是不只是父亲节吧 我觉得其实就是平时的每一天都算是节日 就是要特地去过 因为其实这是供需关系 就是爸爸嘛 很多就是自己不在乎 没有求的关系 那供怎么办呢 对不对 就爸爸得提出要求来 我觉得孩子才能凑上去 就像我爸就是的 有的那天就说了 哎呀 一块旅行的朋友 有一个无人机很漂亮 哎呀我都拍照什么的 我说是吧 无人机是吧 现在就给你订 家人就送的来 满意 每一天都是父亲节 实际上我是有所暗示 有所暗示 暗示 哦爸爸还撒娇 我已经暗示你 你拎得清吧 对不对 要拎得清不拎得清 我刚才说暗示的话呢 是我特别想要那个无人机 我其他的什么 折叠屏的手机 现在是最坏熏的 电脑 嗯 我电脑 手表 哎怎么 提醒 我天 再说呢 那就有点卖弄了 这个总之 每年都惦记着 每年都有好几样 而且你只要发个声 他就感觉到 就OK 没问题的 哇 哎你俩天线对的很牢的啊 白叔叔有没有 有没有收到过 孩子送过的父亲节的礼物吗 啊 异想 啊 很高 高大的铃铛 美雅 高大 高长 有多高大 bench 高大音乐 厉害 厉害啊 高兴 真高兴 就是他老去那个合唱团去唱歌 他们排练的时候要音箱 前锋会给自己的爸爸 我也没送什么 也就上海一套房 我现在要踮起来了是不是 好 我也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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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了一套房 突然 白凯凡的爸爸要跟他一起战斗 白凯凡的爸爸要跟你战斗 白老师 你看 你看 跟这样放 跟这样放 爸爸能跳吗 每个人跳起来 莫名其妙 每个人跳起来 莫名其妙 每个人跳起来 莫名其妙 你跟爸爸可以 爸爸为什么要跳舞 这是 乔 乔 一波 这就是街舞吗 快进吧 不要 因为 不 很不 很不 很不